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傅一平根本就没留下什么记号 牢房墙上的画大美手上的账本 当然都是假的 是朕安排的一出戏啊 万岁生命 强过奴才百倍 奴才万万不及 可是朕多么希望这所谓的妙计能够失败 多么希望你和身 能不瞒着皇上撕毁账本 奴才惭愧 奴才愧怼万岁 你 愧怼的不是皇上 是傅一平 站在傅一平的灵天 你就不觉得胆寒吗 面对傅一平的灵位 奴才心中坦然 好你个铁石心肠啊 傅一平谁杀的 是奴才派人杀的 你暗杀大臣 你有几个脑袋 杀了傅一平 就能够保住我大清皇室 别说掉脑袋 就是粉身碎骨 奴才也在所不辞 你杀我大臣跟我大清皇室有什么关系 皇上派傅一平去江南查税案 真是选对了人 他很快就查清了八七一条街 擅自歼免说服的事实 结果却捅了一个大马蜂窝 朕选派傅一平 就是因为他不畏强权 敢同马蜂窝 可这个马蜂窝 是我八七子弟 八七子弟怎么着 八七子弟就可以无法无天 就可以擅自的减免税负 让江南的百姓承担 祸国羊迷吗 万岁 百姓交的可是安宁税 如果没有了八七一条街 这些八七子弟就无所事事 必然会骚扰百姓 市面上就不得安宁 那傅一平不知情重 只拘泥于赴税这盘小树 却忽略了国家设计这盘大树 傅一平是个罪人 傅一平是罪人 你倒成了公臣了 为了大局安定 市面平静 必须除掉傅一平 他是公臣 不管是谁 只要动摇了我大清的国本 就该杀 即便是奴才 也请皇上照杀不误 朕就不信查了八七一条街的税负 就能动摇我大清的国本 皇上 八七一条街的背后 有人呢 还有谁呀 你说出来 皇上真想听吗 有种那你说出来 不是奴才有种 是这些人有种啊 谁呀 这其中有 是 孙城君王太妃英恶 神君王允喜 旅亲王允桃 旅亲王 广路 你把我皇亲国戚全都卷到这案子里来了 把他们全逮起来 依法成败 皇上不能抓 朕是不会包庇皇族的 这些人背后 还有 国亲王 五弟 还有何亲王 三弟 难道皇上要把自己的弟弟抓起来吗 抓起来之后 还能斩了他们吗 可是你不要考验朕 朕也是可以大义灭亲的 就算万岁也能大义灭亲 斩了自己的弟弟 皇太后能答应吗 好 好 好